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回到科学真知第四节 第三节我们讲了一些关于神经网络的问题 我们第四节也讲了一些和生物医药有关 我觉得是一个对于大家的健康 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新的突破 是什么来的呢?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自己或者有亲人遭遇的问题 就是染了菌 染了菌的结果就是有时候可能病得比较重要 就要在医院抽血做化验 然后就要验对那种菌 然后用对抗生素 是需要一些时间的 而且要在整个细菌的档案做配对 去看看找对哪种菌 如果对一些轻弱一点的菌 我们平常生活会接触到那些 你为什么会容易痊愈 那种菌本身就是可能你自己有免疫力 另外就是说 你去到医生去开抗生素 而那种菌本身就是一般抗生素 都很容易打倒的那种菌 就是现在你在香港 你去看医生 也不是在香港 世界很多地方看医生 绝大部分给第一种抗生素 那种叫Amoxicillin 就是那些菌尼西林的朋友 就是一个很大脑的抗生素 你滥用的时候 或者有个抗药反应 或者大家例如遇上一些恶菌 那就是你要开第二种 有些越是去到医院 平时越是出现得多 那些恶菌的地方 或者用得多抗生素的地方 你就会发觉那些恶菌出得越多 那最严重 就是说早几年那些 什么万古霉素 就是要用到这些这样的抗生素的话 那就很严重 那其实那个 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的游戏 出现了一只恶菌 你再发明一只新的抗生素 然后一只抗生素 被人濫药 去引药出另一代的抗药性 这个竞争是不停地出现的 而有时最麻烦的就是 中间我们等不及 其中尤其是对于 我听过了 对于老人家 或者有时染那些菌 即染也都不好 一路低消 突然之间 个人就出了急病 很容易就会走 有一些基本身体检查的过程 尤其是牵涉到 在腸壮里面 做一些穿刺的技术 就是那些体检化验的东西 万一有些恶菌入了血 就是我们所谓的细菌入血 这个东西是很窄实的 你找不合适 那种是什么菌 用不合抗生素 那些菌继续蔓延 最后就败血病 那就是要命的 这些东西 是对于很多人去救人 是很逼切的 所以在这里 如果有人找到一个新的方法 更加有效 来帮他们认识菌 那就有用了 所以你看到 那个标题就是 用什么 发明到新的方法 去辨认到细菌 而且是容易一点 那这里就要想一下 一般来说 如果有人去病了 而那个是细菌感染的时候 不要理由不入血 我当假设有人 是有些 有些怀疑是细菌入血的反应 你要做什么呢 就是要中菌 尤其是有时候 就是BB 大人 老人 都好 你要进医院 那些病 很多时候就是 尤其是细菌感染 就要做一步 就是中菌 中菌 中菌这件事 就讲得很笼统 你就以为 好像 放在那些 那些 那些实验室的碟里 等它 然后就好像 面包发毛 那样种菌出来 这个你可以想像 古老一点的图像 会是这样的 但是实际上 在做什么呢 如果今时今日 你想有效地 就是有效地 去中菌 去认的菌 而且是要快而准的话 很多时候 做那个地步 就是要做PCR的东西 PCR那样是什么呢 以前我想要解得辛苦些 但如果今时今日 可能 我想大家是二熟临腸 如果大家还是很记性的时候 记不记得 在瘟疫时期 我们要去验那个肺炎病毒 其中一样东西就是 要你去沾一下你喉咙 或者在鼻子 那支棉花棒 插到好 在那里插鼻 那样 然后无端端那栏楼 有人感染了整栏楼 那些人要去插鼻 那样 就是拿什么呢 就是拿那个 你本身的分泌物的样本 那个样本 那个样本里面 如果有病毒的 就是那些 遗传资讯 那于是乎呢 透过那个PCR技术 将它那个遗传资讯 那个的分量 去大大地提高它的浓度 于是乎就令到 我们那些试剂 很容易就看到 有个遗传基因讯号 就知道里面有没有 那种肺炎病毒在 就知道你有没有感染 你可以理解 就是我们一般理解 那种叫做种菌的过程 其实就是利用那个PCR技术 将它里面的基因讯号 去放大它 而放大的过程 就是不乐乎 就是复制 将它种开它 所以说得粗疏一点 就是种菌 但是这种技术 不只是可以用在细菌上 可以用在病毒 也可以 所以说得在这些 这种种菌 我严格来说 今时今日就用了PCR技术 而且你用基因资讯 去认它的时候 就几乎没有认错 如果你以前 放在碟上 种出来 发出来的是什么 你其实还没有 再用放大镜去看 那些 首先就是病毒 一定不效的 病毒不是就这样 你找个显微镜 就去看到它 就是细菌 你还有一些希望 可以看到 那今次这个技术 怎样扒闭法呢 其实刚才 就说了一堆东西 就铺漆了 就是说 它可以不需要做到 这个 种菌的PCR那一步 它就可以找到 另外一些方法 来帮你很有效 辨认到 里面有哪一种的细菌 而针对的对象 是细菌 今次就不是说病毒 但是不知道 会不会未来的世界 就是可以做到 连病毒都可以 如果是 我觉得是一个 很厉害的发明 来的 现在画面上 看到有一堆图 是什么意思呢 一会会介绍的 牵涉到实际上 技术是怎样的 它就声称 可以进行更多的地步 假设现在我们试的 是试一个普通的 大肠肝菌 在一个溶液里面 有一个样本里面 有大肠肝菌 不是很大股的东西 可能纯粹一滴 有大肠肝菌 只有五个大肠肝菌 然后呢 我们只需要加对 试剂的话 就不再需要做 什么种菌的东西 你只需要 就是凭着那五粒 这样的大肠肝菌 你就已经可以令它现形 现形的地步 出来的结果 你可以眼睛有些 看到的信号序 就知道里面 有多少粒菌 中间是完全不需要 那种菌技术 你是只需要 调制一个对的试剂 那些试剂 就会自动和你 黏在目标的细菌里面 当一黏住的时候 就会形成了一些 让你看到的一粒粒 好像融解不到的 一粒粒的东西 即是说 如果里面是没有那种菌 你加试剂 继续就很清晰地 样本就是这么多 但是如果里面有菌的时候 你立即就会看到里面 有一些沉淀物 有一些粒粒的东西 那这个我是觉得 一种很厉害的发明 但是稍后 我一定要花一点时间 说一下 那你怎样整个试剂 是 它要发明这个难的地方 在哪 即是说 一直都有人不敢想 有没有办法 不需要用那个 重菌PCR的过程 是一个 你最后就是 将那个试剂 预备好 将那个药物 混进去 一出 立即就可以知道 有菌还是没有菌 其实这样是对病人 和医生 最稳健的 往往就是 那个实验 要等那个时间 才是令到你最辛苦 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 在那个肺炎疫情 开初的时候 你等那个结果 是要等成 二十几三十几个小时 即是说 你刚刚在机场那里 首先就是 你 它没有理由 就锁着你在机场等的了 你就要首先 去一个隔离的地方 然后等报告等结果 然后 有事就进去医院 没有事的话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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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去隔离 这样的样子 然后再测试 但是呢 就是到了后来 疫情比较后期的时候 你就只需要 是等个短点的时间 那这个就是 那个PCR技术的进步 就是 就是令到我们 可以快点 但是你还是要等 OK 现在这种技术 去厉害的地方 在哪里呢 那要讲一下 这种技术的来自在哪里呢 就是由那个 美国我都认为 他的医学研究 非常之厉害的 Johns Hawkins 这个大学 和这个中国科学院 合作的研究来的 他呢 就想到一个是什么方法呢 就是说 首先 这些这样的细菌呢 其实他对于一些 和自己相处的那些DNA 是有一部分 比较吸引到的能力 这要这么说 他利用到DNA本身 他的特性 DNA这些东西呢 就是 你想想好像一个砌图 他那一条双螺旋 他就好像一个的 他两个就扣住成为一条双螺旋 这样的链 而这些DNA自己本身 都会打了结架 招了一些形状出来的 而这些形状呢 他对于一些和他比较接近的 一些吻合一些的形状 就会比较容易是 是黏在一起的 那我们就利用到DNA这种 好像有一个拉链 拼图这些特性呢 你去企图去找回就是说 这些DNA 尤其是 和这个这样的细菌本身 有没有能力 和一些外来添加物 那里比较有效地去 就是接合了出来呢 那今次这班 这样的研究人员 他们就想到一个方法 那他们想到一个 什么的方法 来去造成这个制製呢 其中一样东西 就要做一些的胶粒 这些胶粒是说的 以这个微米尺度 即是比起一毫米 还要细一千倍的 这样的胶粒 而这些胶粒上面 就铺满了很多 这些DNA片段 而这些DNA片段 是针对你的目标 细菌 它上面的DNA片段 是令到有能力去黏在一起的 你可以想象到就是说 我放一个有利 一个余钩在上面 它上面就百足地找 就可以认得到 这个目标细菌 一认到的时候 就黏在一起 而且就是说 可以最后大量黏在一起 那你现在画面上 看到这个图 是看到些什么呢 就是 现在就是 在画面上面 那个 左手边的幅图 其实就展示给你看 下面就好像一个 绿色的波波 那就是一个胶粒 上面有很多 这些我们预先制造的 这些DNA的附像物 在这里 而这些DNA 是预先调制了 透过我们对于 目标细菌的了解 去调制好的 它是一些可以很有效 最后 黏在目标细菌的 那堆DNA片段 到真的做的时候 你会发现 有什么情况 就好像画面上面 这个右手边的图 哇 有一粒细菌来了 周围的这堆 这堆余钩 这堆的有利 就会自动地 一撞到的时候 它们就会黏住 它们就会黏住 这个細菌上面的 不同部分 就是根据它 那个DNA特征 不同的部分 黏在一起 整个东西 就越来越累積 越来越大 甚至乎 大够的地步 就是用肉眼可以看得到 就是一些原浮物 它融化不了的原浮物 那客观做出来的效果就是 我只需要能够 根据这个病毒 原有病毒本身的DNA 去制造适当的一些的有利 一些的余钩 那于是乎 它就成为一个 逼到这个 这个細菌 现身的一个试剂 那譬如说 对于大肠肝菌 我知道它的DNA 制造了试剂 一落到大肠肝菌 一落下去 这堆东西就聚散到大肠肝菌 就让整个药肝菌 就让整个药肝 好像蜜膠地扎着它 整个药肝菌 整个药肝大到我眼睛看到 那我就立刻知道 里面是有大肠肝菌 它可以做到的灵敏度很高 就算药物里面 刚才说的 只有五粒也好 你都可以看到有五 即有五个原浮物 就在这里出来 所以是一个效果 非常之理想 而且要想一下 就是中间 因为没有了需要去 中菌的阶段 只要你的试剂 试剂是最难做的 成本也是最高的 那些时间都放在它 是预先做试剂 到你需要试验的医疗人员 拿了药本 放在试剂 就会立即出结果 所以这非常好 即是用我们先前的疫情 做比喻 后来就是说 我们如果不需要 那么高的准程度 我们不做这个种菌 我可不可以发明到 有样东西就是快速测试 其实现在就是说 我们可不可以 为这些这样的身体上 染了细菌 来做快速测试 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这个就要 这个就有赖今次 John Shukin 这个大学 和中国科学院 去合作的研究 所以我觉得 对于未来 尤其是 可以想像到 一些很恶的细菌 如果病人病情很迷急 需要恶菌 我可不可以 尽快知道 细菌的身份 然后对症下 用对的抗生素 在这里是可以 帮助病人 省了一些救命的时间 我们第四节 来到这里 那我们下次 继续有科学回忆录 神秘的事第一节 2022神秘的事 跟大家见面了 今天会和大家说些什么呢 就是那一宗 在飞机上发生的古怪事 嗯? 那话说 在几个月之前 就是一架 美国的内陆机 突然间有个女人 站起来 大炒大賴 说要下机 到底是发生什么事呢 那这个女人 就说 坐在旁边的人 就不是人类 大家不下机 乘机人都会死 有很多网民在这里 就说 其实这个女人 就可能是没有说大话 就说 坐在旁边的一个 是一个叫Shift Shifter 的东西 那 几圖 你怎么看呢? 这东西 其实都不算是新的了 以前我们向神秘的事 都有提过的鹅兽 什么是鹅兽呢? 鹅兽就是 可以变成人形的神兽之一 那为什么今天神秘的事 会讲这个题材呢? 其实你想想 如果Shift Shifter是真的话 会不会我们身边的人 其实未必是那个人来的呢? 其实是Shift Shifter 去模拟那个样子的那个人呢? 但换句话来说 即是可能有一天 有些观众在看的呢 就并不是我和阿几圖在做节目 而有两个人 就扮我们在做节目的 但是如果是这样 就很糟糕了 那有机会 那些人就在追着假的节目 就不记得你追我们的节目 那关键是 如果观众看完之后 在YouTube上面 他们订回一个订阅键 那问题就解决了 没错了 其实我和阿几圖 就真的没有夹过 但正正就是我想讲的东西 其实呢 就要有人扮我们两个 是不重要的 最重要 就是用YouTube平台 看我们的节目的观众 就记得 订阅我们的频道 和钟仔在这里 按一下 我们有新的节目 就会有通知的了 好了 今天的神秘的东西 就是这样 之后就有神秘之东西了 并不是真的我和台长 不是 我和台长 我和阿几圖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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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